詹姆斯如果离开骑士,骑士球迷数量会有变化吗?毫无疑问啊,人家老美那边我不知道,国内球迷肯定会减少啊,因为大多数骑士球迷,其实是詹姆斯球迷啊。 这绝对不是印象流,有活生生的例子,决定一之后,之前多年的骑士球迷一下子没了踪影,热火球迷一下子多了起来,人家吉尔伯特发个火写个文章,被骂得狗血淋头,好像是吉尔伯特对不起詹姆斯一样,这难道是球队球迷吗? 决定二之后,热火球迷一下子减少了一大半,当然有很多维德球迷坚守着,骑士球迷又多了起来,骂莱莉的人又多了,好像又是莱莉对不起詹姆斯,这难道是球队球迷吗?媒体也不会再留恋骑士队了,培养新骑士球迷没有可能啊。 大家都是通过电视互网络看球赛,不管你承不承认,詹姆斯都是这个联盟里最强的媒体吸引者,有他在的球队转播得多,没他的少。 詹姆斯离开骑士队后,骑士在国内的转播场次急剧减少,没人看他们了,球迷自然就减少了,当然骑士队也不是没办法,如果他们打得好,媒体还是会回来的,骑士队球迷已经开始减少了, 本在即骑士队打得磕磕绊绊,加上吉尔伯特与詹姆斯之间,你不补强我不承诺留队,你不承诺留队,我不补强的博弈,在网络上出现了许多骑士队不配拥有詹姆斯,泰罗卢不配指教詹姆斯,詹姆斯不欠骑士队的论调。 另外许多球迷开始为詹姆斯的下家做起了打算和铺垫,有支持76人的,有支持火箭的,还有支持胡人的,总之现在许多詹姆斯球迷已经不是骑士球迷了,看骑士原本就是在看詹姆斯,骑士球迷减少也不是什么世界末日啊。 詹姆斯,已经离开过四年了,人家骑士队还在,还在继续运营,这回离开更不是世界末日,只是长痛与短痛之间的抉择,詹姆斯不可能打一百年,骑士早晚要适应没有詹姆斯的日子,而骑士队还会继续存在,我敢打包票,詹姆斯退役那天,骑士队也还在,没什么了不起的。 闭嘴里,快点起来,帮你买汗,王喽斯,还是抬开了,帮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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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我来,帮我来自行AR尔子,帮你帮你帮我来自行AR尔子,因此我批姆斯解采求你帮你帮你帮我来自行AR尔子,帮你帮你帮我来自行